那你的环境啊 事业啊 命运啊 就跟着改变 世界不遥远 慈悲爱相连 菩萨行者 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彭法行 人世间快乐多过于悲伤 人世间温暖 多过于孤单 人世间光明 多过于黑暗 人世间和平 多过于挣扎 人世间感恩 替代了责难 人世间情绪 多过于孤单 人世间感慨 多过于贪婪 人世间疗伤 多过于孤单 人世间疗伤 多过于孤单 人天空抱有 最初的未来 全联系我们中的地域 喜闺 与在中国囤 engaged 万物都回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张慈悲菩提心是整个佛教 特别大称佛教的修行的精髓 行为的展现 愿力的实践 行为上我们对众生修慈悲心 以忍辱为主的慈悲心 在愿力的实践 希望自己跟所有众生 都能够圆满菩提 所谓成佛 也唯有就近成佛 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众生 所以为了圆满慈悲心 菩提心 有一个最重要的理论根据 那就是要有一个 万法平等空性的般若智慧 但是千万不要离开了 慈悲心菩提心 而去追求所谓的智慧 因为空性的智慧 是为了保护 我们有圆满的慈悲心 乃至成就菩提 所以离开了慈悲心跟菩提心 如果一直研究佛教的话 研究经典的话 对我们自己帮助就不大 但是没有空性的智慧 却没办法就近去度众生 所谓空就是 空的意思就是没有烦恼 没有分别 就像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那边 你到了极乐世界 你就没有贪嗔痴 没有意识分别 这个安住在空性 但是你在这个人间里面 你天天会为了事情的变化 无常 没办法控制 而起心动念 它叫烦恼 但是大乘的空性 是希望所有众生都震入空性 所以一定要去行持慈悲 各种的善巧方便 但是究竟要帮助众生 就像我们大家现场的人 大家都愿意帮助众生 所以我们会修奇异与鬼 大家参加放生 共生且念佛 消灾拔肚 但是究竟来讲 因为我们还没有成佛 所以对我个人来说 就算有人成佛了 但是在这个时代 也没办法展现佛的力量 因为叫末法 不容易 但至少有一个这样的心态 把握住 所以当然讲来讲去 那么慈悲心 菩提心 空性 这是大乘佛教的精髓 但是你要达到真实的 升起慈悲心 你基本上还要有一个 也是南传佛教的重点 也叫出离心 当然这个出离心 就是你感受到 世间一切存在的变化无常 无法控制 而有出离心 但是当然各位可以发觉了 大部分的人 都是在房子 车子 身份 地位 在追求成就感 所以有一次我去动物园 然后看到 一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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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小小各种动物 我那时候想说 我们人就是如此 他关大间一点 他关小间一点 每个人都有一个范围 但是这个范围 毕竟都不自由 都卡在这里面 所以所谓的出离心 就是世间法应该讲 不在乎了 不在乎了 放得下了 但是放下不是放弃 而是健康也好 生病也好 有钱也好 没钱也好 你都可以拿来做修行的祝缘 而不是说 我一定要有钱 我一定要健康 因为这个出离心 也是一种对 真实生命面貌的了解 所以 因为佛陀讲四圣地 最重要讲苦 身心的各种痛苦 生老病死 还别离求不得 等等的痛苦 但是这个痛苦 不是说 这个身体故意让你痛苦 是这个身体 就像这个花 本来就会变化无常 以后就变成肥料 所以花的本体是空性 它是变化无常 但是你偏偏希望 这个花不要改变 你偏偏希望 这个花永远这么香 这个叫无名 如果你了解 开出来花 必定会灭掉 你能够自然地运用它 这个就是智慧 这个叫出离心 所以我问各位 在一起的人 最后会不会分开 所以你要干完 时间长 时间短 有些三年 有些七年 七年之痒 有些老夫老妻了 二十年才要分开 像我爸爸妈妈 从我妈妈 二十岁跟我爸爸结婚 好像到了七十多岁 跟我爸爸分开 分开的人是我 我把他拆开 因为他们两个 天天都不高兴 天天没话讲 所以因为两个 思想观点差很多 但是后来 我把他们分开以后 我发觉两个都很快乐 也没离婚 都很快乐 我问我妈妈说 要不要看爸爸 面啊 我问我爸爸 要不要看妈妈 敢爱 所以只好过年 给他凑合凑合 这个叫因缘到了 就是这样 但至少不是一种痛苦 包括我爸爸往生 我都没跟我妈妈讲 到隔天才给他说 听过大哥说 你跟妈妈说 爸爸走了 结果他掉了几颗眼泪 然后就问了 为什么走 然后隔天就不哭了 OK了 这个对我来讲叫放下 我看我妈妈习惯了 因为他问的是 他去哪里比较重要 对不对 他至少他去哪里 我爸爸升天了 但是现在想尽办法 拐他去净土 至少还有福报 因为至少他接受 人死了以后 还有来世 但是他不会执着这一段情 那就很重要 如果一执着 或是一恨 那下辈子又在一起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当然我是做比喻吧 所谓出离心 不是你不爱一个东西 有些人修出离心 我什么都不要爱 万一爱了以后 我保不出来怎么办 不是那个意思 好好的用 用这个花 用这个钱 用你跟家里的感情 过年到了 但是呢 而不是执着他 因为这样子的感情 你对你先生太太很好 然后利用这个情况 去度他 好吗 请他吃素 带他念佛 所以这样就好了 不执着 哪一天你老公跟你说 老婆 我什么事 我们离婚好不好 有什么 因为我有外遇 你说没有问题 不用离 你老公说 那有好事 有啊 你吃菜念佛 我们不用离 我承认了小三 你也没有邪淫 对不对 这个叫出离心 就是说 出离心是 你不会痛苦 那叫出离心 如果你会痛苦 那就不叫出离心 不但你不会痛苦 你还进一步想要帮助他 就变成悲心了 所以 因为你这样展现出来 你的儿女也很高兴 哎呦 妈妈很伟大 妈妈很伟大 所以 不但不觉得生气 他还要继续帮助对方 哪怕 双方 这个叫悲心 所以悲心必须出离心 你自己放下了 这个类似空性 然后你还继续帮助对方 但是帮助对方 最后的目的要干嘛 念一下 成佛 所以我希望各位多观想 像我们往生排位 可以在楼下 所以我就会观想中间有一个坛层 这个坛层 各位坛层很重要 藏传佛教经常视线很多坛层 四辈观音坛层 大威德金刚坛层 这个坛层像一个庄严的 就像这个地方有像一个坛层 有东西南北 他们都可以进来 那各位你 你一定要多观想一个坛层 这个坛层就让这些孤魂野鬼啊 这些痛苦重生进到里面 就像我们经常念大宝广博灭罪座 有一个大宝广博楼阁叫坛层 念一下 你念什么都没关系 有些人喜欢念 莲花生大士 普巴金刚 大威德金刚 有一个坛层 这个坛层就是让这些可怜 轮回的众生 进去里面 就平静了 安全了 所以各位可以观想 等一下我们最后要回想 有一个坛层 当然在尼玛派最强的坛层 叫文武百尊 或者会有一百尊 五十八愤怒 四十二极境 然后呢 无量无边带着各种众生 进入这个坛层 所以我们在生命电视台 摆一个坛层 我经常在那边观想 然后这些受苦众生 包括动物 堕胎胎儿都进入坛层 所以进入坛层以后 然后透过坛层的安定 又让他们去 哪一些 念一下 极乐世界 所以各位这两天 看久了 每天晚上睡觉就看这个 好不好 哪一天他倒过来 然后把你带去 那要死啊 不要去极乐世界 那时候你说 我不要 我不要 我现在这三十八回 不然你是要怎么 一定要很辛苦才要去 所以很多 我都还要结婚 还要生孩子 聪明了 二十岁就可以去了 何必绕一圈 所以那是你最好 每天晚上就观想 这一朵莲花 乃至你进入这一朵灵法 净土 请问各位去净土目的要干嘛 成佛 对对对 抓到重点了 菩提心 有些人会说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到底被重现 不知道 世间很苦 然后我去净土 但是去净土也是一个方便 暂时的 暂时的 到净土目的 是要追求 没有分别 没有烦恼 接受一切的空性的智慧 叫 念一下 无声乏忍 对对对对 这个一定要抓到 因为现在很多事情 你会心情不好 快乐 这个就是没智慧 智慧不是说 很消极 智慧是了解一切 你爱我 你恨我 你对我好 你对我不好 我都知道 但是我内心里面 对你的悲心 没有改变 这样可以的 不会因为你不好而恨你 也不会因为你爱我而执着你 因为我只是知道 利用世间的这些 然后 如何帮助你 可以 但是内心里面 保持在这种平静 但是平静却充满了力量 而不是说平静就很消极 所以 无声法忍 就是说 对一切的存在的现象 包括一切法 包括生脑病死 你都能够平静的 无声 无声就是不起心动念 平静的 各位要很羡慕 如果你到极乐世界 已经从莲花里面 生出来正的空性 你在那边以后就是平静 这个叫 读一下 刚刚我们战言法师 读一下 长极光净土 长就是永恒的 保持在涅槃极净 就是这样 而显现了利益众生的 像阿弥陀佛的无量光 叫慈悲帮助众生 所以你如果你到了极乐世界 花开见佛 物身 那你就到了这种 长极净的状态 很平静 没有烦恼 就像穿个纯白的衣服一样 干干净净的心态 所以对世间无所求 更重要的是没有比较性 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 今天照相 旁边站着比你高了 你不要站到旁边 那么高站我旁边干嘛 你皮肤黑 白的站旁边一点 我们就 不舒服 不舒服 心里很痛苦 老实说 就像各位18岁的时候 你的男朋友 女朋友 就跟别的男生讲话 你就吃醋 很痛苦 没办法形容 抓不住 这个就代表 你内心很烦恼 所以修行你再多的钱 就远内心里面 一直在烦恼 就没办法 当然我们平常 各位多念心经吧 心经 用心经来告诉自己 要调伏自己 因为心经叫我们 照见五音皆空 心经叫我们心无挂碍 心经叫我们 能够不退转 心经告诉我们 这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你只要按照智慧 了解真相的智慧 才是最圆满最重要的 能处一切苦 真实不虚 所以各位养成习惯 每天 每天 睡觉前 禅修十分钟 心经 乃至金刚经 乃至哪一句话 代表一种 没有烦恼的 空性的智慧的 那一句话 可以了 千经万点 都在描述这个 那这样你就很容易入睡 但是如果光 为了这个还不行 因为我们所做的 都是希望所有众生 都跟我一样 激净这样 所有众生都跟我一样 可以超越快乐与痛苦 因为所有众生都对我们有恩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念 欧玛丽变命后 念观音菩萨 念慈悲心 念到会掉眼泪 修行人 一定要修行 心很软 好吗 不要硬邦邦的 你照吧 我不想见你 你心很 这下没有资格修悲心 所以我师父坦给我说 一个狠心的人 就像毒舌喝水 就看经典 这个人以后将来会很坏 因为他心没有柔软悲心的时候 他很容易去指责别人的错误 当我们看到别人错误的时候 我们只能生起一个悲心 我真希望能够承担他的苦 而不是去谴责他的错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你自己有没有悲心 如果别人欺负你 觉得很生气 那代表没悲心 因为你还有一个 我被你欺负 但是如果是别人明明做错 你就觉得 我同情他的错 因为我表现得不好 让他犯错了 这是我的事 因为你只站在利他的立场 这个利他很重要 所以当然各位参加法会 一定要时时刻刻有这个 利他的思想 不过话要讲回来 我讲了那么多 这个叫什么 念一下 难行道 不好修 天天背 出离心 空性 大悲心 菩提心 三十七道品 会花去 不好修 讲得很简单 不好修 所以祖师大德就给我们整理了 释迦牟尼佛叫我们念了 佛说阿弥陀经 所以你只要对阿弥陀佛有信心 对极乐世界有信心 而且你发愿 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将来一定怎么样 成佛 因为佛法的每一句话都非常重要 没有一句不重要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叫禅定 这个禅定 佛教的修行 特别就叫念一下禅定 读诵 服务众生 我们也叫营造福业 这个大秤的出家人 就修这三种 禅定 读诵 营造福业 禅定就是一种 非常非常专心 细心观察的力量 行神波罗波罗密多士 才能够照见十项 五蕴皆空 诸法空相 这个力量各位一定要有 但是你要达到禅定 那你要有福报 我们叫戒而后定 所以如果你脾气不好 你没办法 如果你福报不够 没办法 如果你知见不对 没办法 如果你悲心不够 你看不到大秤的空性 所以那这个禅定 变得很重要 那禅定要有根据 我们叫读诵 那你要读诵大秤经典 听闻佛法 五文实修 所以那你才知道 你定的目的在哪里 那再来 要广修功德 所以要做很多善事 善事 帮助众生的 所以 如果你问我 陈法师 你每天跑来跑去 你觉得怎么样 人难度 鬼好度 动物更快乐 所以这个人很难沟通的 我觉得我出家这么久了 没有很久 将近三十年 好像没有人被我改变过 所以我决定改变自己 我嘴说得不好 好像很少人被我改变过 所以有很多居士都往生了 因为我 他们五六十岁 那时候我三十五岁 然后现在他们就走了 那走了以后呢 我有时候回去检讨 好像他都没变 思想关键行为都没变 这个叫末法 很困难 所以一定要把它交给阿弥陀佛 不然没办法 因为到了极致世界呢 他这种妄念 分别心 意识分别 通通不会现前 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 因为今天 刚刚各位念了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虽然短短 调查一下 会被阿弥陀经的举手 颁奖 颁奖 颁奖还找礼物 太慈悲了 但是各位 我意思是说 不是光备 读就是读 读就是备 读读干嘛 就是要禅定 进入极乐世界的修行 观修 观修 观修到了净土 因为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超度 能够观修净土 引导众生 进入净土 这个对你的专心 乃至开发智慧 叫意念三宝的功德 要意念圣境 神圣的境界 三宝包括意念经典 意念佛的三十二项 庄严 八十随行 就像观无量寿经 意念了极乐世界的七宫德水 七宝流离 八宫德水 四十二年 你要这样去观修 所以 当然在法上 又了解 佛说五量寿经 阿弥陀佛在因地 怎么发愿 四十八大愿 各个这些你都要了解 当然了解不是单纯为自己 而是希望各种善巧方便 就个人的因缘 能够引导 有缘的众生 能够了解极乐世界 所以我很喜欢超度 是因为人有执着 但是那些地狱到来 你给他讲净土 他就去了 因为太苦了 那些恶鬼道 然后你对他这么好 给他食物 给他药物 给他衣服 给他爱 他就很容易感动 然后你就观想 极乐世界给他看 然后带着他念佛 你只要念佛 就可以看到连华 就可以往生进度 他一定接受 所以各位也要 多结善缘 如果你决心要成佛 所谓 念佛是为了成佛 那你现在还没有成佛之前 你一定要四个字 那叫广结善缘 所以我希望各位经常爱护动物 跟动物结缘 动物道 喂食物啊 超度也好啊 放生也好啊 护生也好啊 随起这些功德 那你就跟所有动物道结缘 然后跟恶鬼道结缘 回向给跟地狱道结缘 所以今天我们念奇语以鬼 那各位有没有跟澳洲结缘啊 所以你以后可能移民澳洲 做大房子呢 因为你跟他结缘了嘛 所以世界各地 我们都跟他结结缘 那你结缘以后 你成佛以后 所以十方诸佛 为什么阿弥陀佛第一 甚至很多人都知道 佛法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讲出来了 但是很少人说 我要去佛陀的净土 但是每个人都说 我要去阿弥陀佛的净土 为什么 因为阿弥陀佛跟世界 特别是华人世界 绝对缘深不深 太深 这些阿弥陀佛叫第一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当然也要学阿弥陀佛 各位要跟恶鬼道结缘 施死啊 要跟动物道结缘 放生护生啊 吃树啊 要跟地狱道结缘 吃咒啊 要跟人类众生结缘 回向啊 印经典啊 跟天道阿修罗道结缘 我们回向啊 这为他们做供养啊 欧蒙尼别面哄啊 六个字 都跟六道众生结缘 那当然我们现在 营造福事就是 经常到处 跟所有的生命结缘 所以我刚出家的时候 我师父就跟我说 海涛 你过去是已经跟很多人结缘了 所以你一出家就 万人迷 我听了师父叫万人迷 我已经这么老了 那时候三十五还可以 意思说结过缘了 所以我师父说 你讲黑讲白 他们都会听的 我都听不懂 因为你结过缘 各位老和尚有没有神通啊 我现在我老 我师父死了 我往生死得不好听 往生净土了 我施工 往生净土了 但是他们现在跟我讲了 已经我想没有啊 他们都是真是有神通 未来的事过去的事 他都跟我讲得很清楚 这是我的福报 但是我必须讲 为什么他们要跟我讲悲心 没有别的理由 就是希望让你走得更平顺 更捷径 但是呢 他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所以 你看我跟这些师父 老和尚都结缘 然后呢 跟很多信徒结缘 跟很多物命结缘 所以后天我们要坐船 去巴弹岛 我坐船 我都很少睡觉 我跟海龙王结缘 跟水中孤魂结缘 跟那些鱼结缘 打算一直去结缘 结缘就好了 所以 当然在结缘的过程会被骂 为什么 羞业障 因为过去一定有善缘 有恶缘 对不对 善缘他可能看到你欢喜 恶缘看到你就障碍 但是你不把这个缘结缘都不行 一定要结缘 所以在这个过程 你就保持一个平静 接受 慈悲 这样就好了 好 讲几句 讲几个字好不好 这个图我设计的不错吧 红色代表爱与慈悲 绿色代表菩提 菩提树 菩提心 当然简单最重要的 就是引起别人注意 虽然我是出家人 但是每一本书的封面 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在那边挑 因为各位要学 不懂世间法 不明为佛法 老实说 像我们今天在这边拍摄 很多信徒就传简讯 师父你们那个场地在哪里 好美 新加坡 莲花在上面 台湾没有 那是适应起来好不好看 好看 就是这样 这个叫方便 而且这种空间还有什么好处呢 讲话不会回音 人家用的是吸音版 这个符合科技 所以这个要花一点钱的 但是呢 这个就有它现代化的想法 所以这个叫 你要学 你不能说 这个没有关系 反正我念佛就好 来这边念佛人家还高兴 没有冷气也笑笑 所以 因为至少欢喜欢喜 接近大自然 自然风 对不对 我刚刚出来看下雨 哎呦 骑雨轨还蛮管用的 我第一次念这个雨轨 是在台湾缺水 我们一批人跑到十门水 一直念 滴了两滴 好在有 但是希望澳洲大一点 好不好 这边又不缺 全部降到澳洲去 有火的地方 这样多一点 这样多一点 所以我们学火以后 我们的心能不能够入法界 哪里都没问题 替他念就好 有心念 回向给他就好 这一点最重要 每天我们都来念 上报四重恩 这个四重恩是来自于这部 心地观经 那这个本身的意思 就是佛陀过去世 他怎么样修行 叫本身故事 所以以这个本身故事 来讲出大乘的修行 大乘的心体 最主要在心 在心地里面 就保持这种大悲心 菩提心 又下雨了 赶快下去澳洲 有用有用 好 所以解释一下 而十四尊告诸长者 若善 像我们各位 我们愿意来拜佛 供养三宝 善根 善男子善女人 发最重要的 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菩提心 就是为了帮助所有众生成佛 承担众生苦 愿成佛的 这心态 以这个菩提心 一日一夜出家修道 各位昨天有没有发菩提心 来受一日一夜八万在家 有 那今天更是用菩提心 要来回向小宅八度 所以一日一夜 短期出家 哪怕出家一天 出家修道 两百万劫不堕落三二道 生生世世 生在好的地方 就是三善道 受书胜妙乐 吃得好 睡得好 环境好 欲善知识 你可以碰到正知正见的 发菩提心的善知识 永不退转 而且能够得欲十方诸佛 所以就像到净土一样 受菩提记将来成佛 将来跟释迦摩利佛一样 坐在菩提盖亚的金刚座 最后成佛 所以记住 念一下 发菩提心 一日一夜 出家修行 这就是大乘的八观摘戒 那这短期出家 七日七夜 这种修行的方法 然后当然希望各位六灾日 我们从过完年开始 新加坡跟台湾同一个时间 没问题 从过完年开始 每个六灾日 我们都会用网路 早上看是八点到九点 直接传八观摘戒 好吧 各位在家里守戒 好吧 不用缴二十块 新加坡币 所以因为我们是 对大家 就是希望我们战言法师 我们都会轮流轮流 各位想想是八点到九点 还是七点到八点 还是六点 我看八点到九点 比较恰当 比较多人有机会 所以当然无所谓 他传完以后 后面的人也可以拿来重播 当天上午 但最好是直播吧 好 各位叫居士 居士就是住在家里 却发起愿解脱愿成佛的 叫士 你有这个 霸士的心态 所以居士修持指南 那这个名字取得很好 在家居士如何修行呢 一 和顾名家 其善男子处于居家 乐则同乐 苦则同苦 这句话很重要 夫妻家人 乐则同乐 苦则同苦 好吗 这个叫居士 你应该如此 你不能说你自己独乐 而不让对方快乐 在家里有钱大家分享 乐则同乐 苦则同苦 在所为作 皆相顺从 不管大家做什么事情 大家互相柔顺 互相尊敬对方 各位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 修忍辱 柔软 像麻糬 好不好 不要跟人家冲突 像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人家讲一我就跟他一 人家讲二我就跟他二 人家唱高我就唱高 人家唱低我就唱低 因为我就觉得 我永远寄人篱下 这样 顺着别人 我不喜欢跟任何人冲突 他讲我错我也静静的 这样就好了 因为你讲完就好了 所以因缘过了再说 那时候就是学习顺从 皆相顺从 你是个在家居士 跟家里同苦同乐 什么事情呢 多顺从对方 多配合对方 顾名为家 这样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 你要把家里当做 这样子来修行 第二个 你看看华严经 随便几句话 都很不可思议的 你看这一句话就好了 菩萨摩赫萨 就是一个发菩提心 而且能够安住空性的 就叫摩赫萨 发了菩提心 叫菩萨 但是能够真实 安住空性的叫摩赫萨 这个叫大事 所以有这样子的空性 发大菩提心的 在家菩萨 在家宰中 跟妻子 太太 儿子在一起 但是 虽然他有 这样子的家庭关系 儿女 未曾 暂舍菩提之心 他永远 都知道 虽然像各位 结婚了 有家庭 有小孩 但是你都知道 你是为了 成佛的 乃至于 成佛的方法 去度 你的先生 家庭 儿女 所以 未曾 暂舍菩提之心 正念思维 而且经常思维 般若智慧 乃至佛陀的 圆满的智慧 经常要 追求 做什么事情 这些 世间的所有事情 都要跟 佛陀的智慧 跟空性相应 制度度比 另得究竟 很重要 你要度比 宣承制度 了解吗 所以为了要制度 也要度比 这个制度度比 是一起存在 制度是断烦恼 度比是慈悲 所以 对自己 有点讲 自己 对自己 修小秤 对对方 修大秤 但是时时刻刻 这两个都要得到利益 应该怎么说 念一下 自立立他 两方面都要得到利益 两方面都要得到利益 就算自己得癌症 也必须从癌症里面 去得到利益 千万不要为癌症所苦 这个癌症 就代表一种业报 也代表我有我子 这样 我舍不下 那这个癌症可以转成 承担众生苦的悲心 那这个癌症就没有白得了 知道吗 业报还是会来 你不能说我们没有业报 然后也这个方法去帮助对方 所以一定要在思维 这样子的圆满的佛陀的智慧 然后希望自己跟对方都可以得到 令得就近 撒波罗际 就近了圆满的智慧 以善方便化举眷属 陪你老公去吃饭啊 对不对 那天我们去金沙坐船 蛮好玩的啊 所以 然后我那天带格西去啊 对不对 我说你看我来新加坡多少年 我都没去过来 然后大家去走一走啊 看一看啊 大家欢喜 然后那时候我们战日法师 还帮我们拍live 脸书很多人看 奖金没能看 那个还很多人看 大家喜欢玩 那是这个叫 用各种方法 以善巧方便 煮好吃的给他吃啊 对不对 带他出国玩啊 跟他讲话很塞奈啊 你要用各种方法 以善巧方便 来教化自己的眷属 自己的家人 所以我还没有学佛以前 我跟我爸爸像敌人一样 像敌人一样 但是我学佛了 我开始慢慢了 我跟我爸爸像 麻吉麻吉的兄弟一样 我妈妈都很佩服啊 因为我要陪我爸爸快乐啊 然后呢 他才会慢慢慢慢的 听一点佛法啊 虽然活的时候 他不会修啊 至少往生的时候 他会跟着来啊 生病的时候会找我 和尚儿子赶快 那么不嘴巴对 他就好了 痛的时候才会找我 所以那是你一定要留一条 各位请记住 留一条线给对方 不要那么斩 你要把他斩掉 好吗 对所有众生都一样 这个人对不起你 这个人伤害你 留一条线给他 所以因为 最后他还是要依靠佛法的 所以要各种善巧方便 来教化感化自己的眷属 另入菩萨的智慧 菩萨的智慧就是一种悲心利益众生的观念 另成熟解脱 最后还可以阵入空性 所以就不用痛苦 解脱就没有痛苦 虽与同子心无所作 虽然你跟你先生太太家人天天在一起 但是你不会执着他 对吗 什么叫执着 老公不在家你就很痛苦 要执着 晚上回去看不到儿子睡不着 当然不太容易 但是各位你要经常练习转化 担心 就会很痛苦 所以当然有家庭好像看起来蛮温暖 但是又多了很多的担心 当然是不容易 所以你还是要多思维空性 虽与同子心无所作 以本大悲居于诸家 处于居家 要按照本来发心的这种 要让对方解脱成佛的 乃至愿意承担众生苦的这种 悲心和处在家人 这个是 还阴经是不分在家出家的 不凡你在家出家都可以成佛 以慈心固随顺妻子 来男生跟我念 以慈心固随顺妻子 什么叫慈 老婆说 那件衣服好棒 OK买 这个叫慈心 慈就是要给对方快乐 我觉得女人没什么好处 就是喜欢shopping 买就是她的快乐 买又不用付钱多快乐 所以要嫁一个有钱的老公 做男人就是要这样 以慈心固 慈就是给对方快乐 对方说什么 好好好吗 所以你老婆说 老公 去看电影 OK 明天跟我手帮官再见 OK 我替你拿包包 以慈心固 所以这个叫修行 当然不是对先生 对太太 太太对先生也要这样 这个就是修行 如果你这个都修不好 你要去度众生 难不难 困难困难 所以你一定要走到哪里 人家知道背后还不会讲你坏话 于菩萨清静道 无所障碍 虽然你对你先生 对你太太 很慈心 随顺对方 但是你知道 这是一个善巧方便 并不是你执着那个东西 可是希望他能够走入清净的菩萨道 所以 然后这样你也没障碍 你越不随顺对方 你障碍就越大 你越随顺对方 对方也会随顺你 陪你吃素 好不好 陪你拜佛 讲好三天陪你玩 三天陪你拜佛 对不对 打麻将在后面帮你祝念 对不对 因为没办法 交集应酬 所以各位 《华言经》写的好不好 好在我们懂中文 这个老外就看不懂 翻译很困难 但是这个文章 《华言经》的中文不难 都是很浅显 你稍微思维就知道意思 所以像这些 特别净土祖师 我认为都是佛菩萨的画现 但是用当代的习惯 来传递佛法 那么讲的都是经典里面的精髓 都是佛陀的 智慧的精髓 所以欧毅大师告诉我们 欧毅也叫智序 智慧的智 说 既然你要发菩提心 念佛 那发心应该学两种事情 一个是智慧 第二个是慈悲方便 那怎么学智慧呢 那不超过读诵大乘方 等经典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读 包括各位现在读了 地上经 法华经 法院经 华首经 菩萨善界经 放晚经 这么多 所以这是学智慧最好 但是你读了经典以后 后面重点来了 生解 意去 这个要 要进入经典的思维 了解 生 生是一种身心 按照经典去做 了解 他这个经典在说什么 然后目的呢 去 然后再来 随文入观 就像我们念阿弥陀经 你不能光念 你要随阿弥陀经的经文 去看到极乐世界 就算你读地上经 也要入观 就像你参加了 佛陀在头离天的地上法会 然后看到天界 看到地狱 看到地上菩萨怎么样发愿 随文入观 就像现在演动画一样 演动画 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 这就是开发智慧 最精髓的方法 读诵 经典 文诗修 随文入观 那欲学慈悲方便 那你要杜众生 就要由悲心为动机 办各种活动 慈树 宴会 大家参加法会 出国旅游 我们去哪一个国家 这个叫方便 但是慈悲方便 是以慈悲为动机 而不是以经济为动机 这个要抓清楚 现在这个末法 办了很多方便的法会 但是如果动机是有金钱的 这个就伤害到悲心 那就得不到 应该得到的戒体等等了 那怎么叫慈悲方便呢 绝对要深信 从内心里面由衷地相信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这句话最重要 人在坏 他的佛性都还在 为什么 因为你要学慈悲 你不能恨 不能舍弃任何一个众生 他在伤害你 你都不能死去 而且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定当作佛 因缘成熟了 他一定可以成佛 见身俗造恶者 出家人 在家人造了很多恶业 包括破戒 造了很多恶业 物身轻慢 你千万不要轻视对方 然后认为对方错 不要傲慢 看不起对方 不然你没办法修慈悲方便 虚怜悯爱念 哎呀你犯错了 就像小朋友 没穿衣服感冒 你赶快给他衣服穿 你不要 像你穿衣服也不穿 你要去伤害对方 所以更需 黏敏爱念 种种善巧 各种方法 接引他 而回护 保护他 不要伤害他 慢慢接引他 这是最重要 所以欧毅大师 把慈悲讲到底了 完全无恨的 无分别的 完全承担的 完全接受的 去引导对方 我想就像各位 你在引导你儿子学佛 你会花很多很多时间 金钱 各种方法 你就是不会舍弃对方 你就是希望哪一天 他从抽烟变成会做烟供 对不对 你也不会怪他 那你一直骂他抽烟不好 你还不如跟他讲烟供好在哪里 然后你一直对他好 慢慢他看到你 他就不好意思抽烟 哪一天他福报具足了 阴影就不见了 但是你不能一直谴责他的错误 第十 念佛之法 虽多 持民罪为简便 持民之法亦多 技术尤为稳当 所以就像刚刚大家念五分钟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在里面 我也很认真 我很喜欢 专心念佛 所以 那念佛的方法 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最为简单方便 那持民的方法 那最容易的 就是每个人来个念诸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念几遍 让自己专心 这是一个方法 欧义大师要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怀疑 就算你没有禅定的智慧 乃至各种方法 你只要相信有极乐世界 愿往生 保证往生 所以信得西方极 你已经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 最重要的 在念词 切切发愿 这个就是 恳切的 我一定要去极乐世界 好不好 你自己要发愿 你已经相信了 有西方极乐世界 重点是你要发愿 然后修住行 住行是什么 守五界 八观摘界 发菩提心 受菩萨界 广修福报 现在各位都会做了 我发觉新加坡的 菩萨有个好处 放生 盖庙 要做什么 都很多钱 大家没有 就是钱多 所以很多法师喜欢来 修福报 很好 持戒修福报 以为资助 因为不得少 福得善根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又有信心愿力 所以我想各位 这几条有没有具足 有了 大家都有 所以无产有净土 就算你没有 很盛生的智慧 看很多经典 但是你相信 有极乐世界 在念识 万修万人去 对 一万个人相信 发愿 一万个人都可以去净土 到了净土 最后毕竟 但得见阿弥陀佛 何仇不开悟 个个都正空性了 虽然你现在 没有空性的智慧 但是你到了极乐世界 必定开悟 此千古定 这是自古以来 不变的真理 特别是佛陀亲口所说 各位 不需怀疑 好不好 那在平常修行的时候 各位就要想办法 消除你的习气 还生气 怀疑 傲慢 这个习气就是贪嗔吃的习惯 累劫以来改不掉习气 江山亦改 本性来 你就讲的是习气 这个习气 你只能盯着自己 希望别人盯住你 但是你要刻除习气 不离开 生口意 因为身体各位不会杀身 不会偷刀 不会邪 很容易 但嘴巴很会骂人 谁谁这样 所以你就要从 生口意去做 你要刻除习气 没落 三叶 行辞 就是说 不要去讲别人不好 多微笑 好吗 多讲好听的话 多替别人想 就叫生口意 都是用慈心 欢喜心 去对待别人 不要抱怨 就是生口意 行辞 所以生口意 三叶 行辞 则无时过 就没有造十二叶 你有慈心 你绝对不会去杀身 你有慈心 你也不会去偷盗 你有慈心 你也不会去血淫 你有慈心 你也不会骂人 说是非 那时过即除 时善失在 那你没有了十二叶 你一定是圆满的十善叶 所以圣言法师 讲了一句话 最好 五戒十善 是人天护照 守五戒 投胎准人 然后呢 守十善叶升天 所以你五戒十善受好 那你至少有人天福报 如果往生净土 至少中平往生 所以 那这样 五秤共法你都圆满了 人天 身闻 言觉菩萨 不离开五戒十善 所以佛说十善叶经 很重要 所以 那你能够圆满了十善叶 那五秤共法 你都可以圆满 然后以十相印之 那十相 听起来 就是真实的面貌 找十相不是光佛经看 佛经只是告诉你方法 你要从世间去看 这个存在的本体 原来 它都是因缘和合 所生法 无自信空的 反正一切都是缘起信空 来 甚至佛所讲的三法印 被这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即净 以这个十相去印证 印证这些 存在的现象的真相 所以 如果能够这样 五戒十善 然后呢 又能够有这种十相的观照 就是空性的观照 法法皆归佛道 那在这个世间 生老病死 爱恨别离 好不好 都是可以 跟佛法相应的 佛法不是讲成功 成功 佛教 世间人讲成功 佛教里面讲印证 就是心里印证 这个生老病死 接受超越 所以法法皆归佛道 古有行之 古时候呢 常不清菩萨 就是这样修行的 所以偶尼大师 一直强调 五量寿经所讲的 慈民念佛一法 当然 五量寿经更强调 一心专念 就叫念一下 发菩提心 一心专念 我想每一个佛 都希望我们 这样子的来发心念佛 所以你 现在对这个 慈民念佛 这个方法 那各位可以 安心的这样去做 不用三心而已 光这样念阿弥陀佛 发愿将来 就可以去极乐世界吗 不要怀疑 你心里才会安定 所以 深信净土可生 所以你要深深的相信 一定有极乐世界 可以往生 发愿决定往生 既然有极乐世界 我们要发愿 一定要往生 极乐世界 那既然你发愿了 怎么修行呢 以慈民为阵形 平常多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动静都在念 就像我昨天 我都没有在念 我耳朵既然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多轻松 然后我就会专心这样听 不错 声音很好 所以 因为至少 至少自己在念佛 当然你在念佛 法界都在念佛 大家就相应 以六度等为 住行 那平常要实践 自立立他的六度波罗蜜 布施 持戒 人入 精进 禅定 般若 来着以六六度来念佛 那这样则 万修万人去 大家通通去极乐世界 好不好 而且一定保证 保证就是保证的意思了 我们在人间 积极佼佼啊 几年几年 事实上 二十八成天里面 最低的四天王天 一天 一昼夜 就等于人间五十年了 五十年了 第二成天 就一百年了 有什么好计较了 所以人间五十年 四天王才一昼夜 有何死法 可贪念 有什么 什么 地位啊 什么 名利啊 爱情啊 这些只是一个幻化的存在 所以这一点要慢慢的 有处理性慢慢的 不要太在乎 所以一下子就完了 一下子就 四天王天 过两天 我们就死了好多人了 有什么好计较的 所以各位要多观修死亡 印光道士 把死贴在这边 今天晚上写一个 戏 我送你一件往生被 盖 好不好 所以要这样想 死亡是必然的 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 等一下走楼头下去 碰碰碰 再见 刚好断一个腿 好好念佛 所以若不及寻出药 时间刹那无常 一下就过去了 你不赶快 找出脱离痛苦的方法 临危一错太错吗 难道你一错 百错一直在错下去吗 所以沉沙结束 不断地在红尘里面轮回 未有了其 死的又生 生的又死 所以写性汉子 真的有 有这种 写性就是比较执心的人 所以 比较有感性的人 能顾肃然在念吗 你听到这个 你还会在那边 追求这些假象了吗 赶快赶快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持戒为本 净土为归 所以大家要守 三规一戒 对三宝有信心 受无戒 不会多了三二道 有十善业 能够有福报 今天是所八观摘戒 发菩提心 受菩萨戒 然后持戒为本 然后广修功德 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好不好 净土为归 以后盖护照 你哪一国的 极乐国 暂时住在新加坡 因为我是发愿 往生净土的 净土为归 这个归是生命的归宿 从净土你就可以成员再来 好吗 来的时候做菩萨 空性大悲不退转 做各种的视线 在家出家都无所谓 但是平常呢 观心为要 既然你信愿往生极乐世界 千万要对世间有这个 看清楚世间真相的出离心 对众生看清楚 众生皆可成佛的这种悲心 不要厌离众生 不要讨厌众生 爱你恨你的都是姻缘 今天是文殊菩萨得道日 文殊菩萨就发这个语言 爱我恨我批评我扛我杀我 将来皆因我而发菩提心 所以一切都是因缘 所以各位要经常关照自己的心 是不是安主在出离心 安主在悲心 不要让自己走入世俗的心态 观心为要 善有为一 大家互相扶持 好吗 互相帮忙 善就是善之士 他不会叫你起心动念 他目的就是希望你能够发菩提心 信愿往生极乐世界 就像我的师公 海涛发菩提心念佛往生净土 传菩萨界要死了还交代 就交代这个 所以这个叫善之士 他不会问我五四三二一 因为他们的重点 重点都在如此 这些善之士 他永远盯着你的脑筋 时时刻刻在跟你说法 所以这四个字我们再背一次 持戒为本 净土为归 观心为要 善有为一 各位把这个当作我们生命的戒律 好不好 念一下 一心鼎礼 侯义大师 大慈大悲 我等一教奉行 持民念佛 发心念佛 待所有众生 发心念佛 同生净土 趁愿再来 普度众生 愿以此功德 庄言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文哲 西法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好 好 阿弥陀佛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增牌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 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罗道 就是精力善用 自他共融 将力量运用在最有效的地方 就跟防疫一样 出门戴口罩 口罩要戴牢 公共场所 落实防疫规范 接种疫苗 提升保护力 注重个人卫生 勤洗双手 这是我的防疫九宫格 你的呢 台湾然阿里 猜江 1009-5233 甚至死亡